这次的期末读出心得报告,我要分享一本励志的好书,书名为《乞丐简载》,作者为赖东记 赖简载内容叙述了他传奇的一称 他的父亲是一个瞎子,母亲是重度智障加上精神异常 全家十二个小孩,全靠他逃犯起始为生 十岁以前,他们居无定所,几乎都住在坟墓地里 天天受到各种嘲笑与侮辱,但是他们并没有倒下 恶劣的生活反而激起了他求生的意志 小学的时候,虽然他需要一边讨习一边读书 但是从大小考试,罗饭生,美术,书房,平静比赛,他样样第一 六年来,他一共拿了八十几张奖状 仿佛这生命中,每一声嘲笑,赖东敬都要在他奖状中求得补偿 高三之后,就在中美防火公司上班 由于做事脚踏实地,很快的就当上厂长奸身产部经理 在这之后,认识了一个叫做丽霞的女孩 经过一些挫折之后,也变成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 拥有两个可爱的小孩,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赖东敬当然也不负姐姐的期望 让自己的成绩名列前茅,做永远的第一名 而当赖东敬身上高年级时,他那自妈妈遗传的大帝 也正指四学之灵,于是兄弟俩就一同上学 在学校无人不知他们两兄弟 一个是样样拿第一,做了好几个学习的模范生 而另一个则是次次烤鸭蛋的杀孝子 虽然如此,赖东敬却不淫逸维持,反而还给与弟弟大的鼓励 有一次他还教了弟弟写一二三四等字 并且还在一次考试中得了写许分数 终于不是只烤鸭蛋的杀孝子 然而在这背后又有谁能了解赖东敬的奴隶了 但值得的是,校长竟然还在召会时 对着全校师生,赞许他们兄弟俩 让赖东敬的辛苦人回报 而赖东敬不仅功课好,体育更是好的没话说 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抱着弟妹日日长途行走 在夜市里夺警察,在野地被野狗追 等经验所造出来的吧 就在他读高山时,就进了中美防火公司 直到现在他已经当了厂长健身财务经理 做事非常脚踏实地,从入马屋 因而才会出人头地 而在他35岁时,经由冰果店老板娘的介绍 认识了一位叫义霞的女孩子 年纪比他小三岁 人气漂亮又勤快 然而也因为他的家庭因素 使得女方家长坚决地反对他们在一起 可是经过了一年半的坚持 他们竟然答应了小两口的婚事 后来虽然也是经过许多挫折 但他们却能同甘共苦地一同走过 终究皇天不负苦心人,使他们能有自己的家 也生育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的日子 以上我所介绍的,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期待简载》 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 也有不少家庭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 让自己的小孩受到好的教育 好的学习环境 而且他们饮食方面也有所欠缺 这时,当他们出去乞讨时 雅如遇见脾气较差 又没有关怀之心的人时 那时就会被糟蹋、侮辱、受尽所有委屈 但不管结果如何 都要忍住所有一切被人计讽的事实 而当遇到像慈悸或一些宗教的信徒 一些有爱心的人时 他们都会伸出援手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 有时他们也会补助一些补助金 让孩子们去接受好的教育 也可以解决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 他们也会送一些旧的衣服给他们保暖 暂时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吃饭 可以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 故来想,其实这些贫困人家的生活 经历来得比我们这些幸福的人还多 他们不但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考验 遇到问题时 都不畏惧别人的眼光是如何去看他们 只要是对的 再怎么艰辛辛苦 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完成 但我们并不是 遇到问题时 常常都以退缩的方式来否决眼前的问题 只会等着别人去解决 从不尝试看看 从这一方面来看 那些对有许多精力的人来说 他们优势占了一大部分 而且进步的比别人还来得快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解决于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如何 是好还是坏呢 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像这本书提到 命是天注定 命是靠自己决定 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都不能预料 从出生的那时起 你的命运早已决定好了 谁也不能去改变它 有很多贫穷的人家 因为生太多小孩 而且又没有足够的经费去抚养小孩长大 提供他们饮食 而常常狠下心头把小孩丢弃 或把自己的小孩卖给别人去抚养长大 来赚取自己生活所需的费用 这些不当的行为 都只是在乎自己的生活 而不去在乎家中小孩的需要 这些人士非常自私 而他们的小孩也只有受苦罢了 也不能反抗什么 但大部分的人会这么做 也是有自己的苦衷 天下哪有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小孩的呢 除非一点都不在乎 不关心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受到委屈 这些父母是最不负责任的 这本书也带给我们许多的启示 例如我们必须不实意关心这些人们 让他们觉得原来在世界上多么的美好 而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糟糕 不只是这样 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 这些只知道要求生活要很完美 而不知道做人要感恩喜福 关怀别人的人 都必须要随时随地的警惕在心 请不吴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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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